在东山乡长林郡府的开球下 东山乡长杯三对三篮球推广赛 今天在顺安风雨篮球场正式开打 信51支队伍参赛 分为国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社会男女组 信大批民众为选手加油打气 而今天比赛刚好遇到了下雨 参赛队伍对风雨篮球场都相当满意 这次的东山乡长杯的三对三比赛 是采FIFA三对三的规则 是10分钟跟21分看哪一个先达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比赛的选手也是四个人 三个人在场上打有一个随时可以准备 因为这样的比赛是一个高强度的比赛 也是一个无洋的运动 所以我们让大家除了体验新球场以外 也跟国际接轨 用新的国际奥会的规格来体验这样的球赛 当初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比赛 然后又知道那个场地有翻新 所以就想说来体验看看 这个新的场地打起来怎么样 因为宜蘭本来就比较缺少风雨球场 现在有这个风雨球场的话 对我们在这边的喜欢打球的人来说就很方便 因为现在包含我们台湾那个直览 不管是五打五还是三打三 其实都很热门 那我们现在其实台湾爱打球的人也很多 那我们就可以借着很多机会 然后让喜欢打球的人大家参与在一起这样子 互相竞争的感觉很好 因为朋友找我来 我们平常就是在台北都有在打比赛 然后想说宜蘭有办这个比赛机会 然后就找队友 然后一起来宜蘭比赛这样 还不错啊 很漂亮 风雨球场 风雨球场很棒 虽然今天宜蘭下雨 但有这个场地就可以让我们就是 可以在雨中然后还可以正常比赛这样 我觉得可以多办这种比赛 就是让我们 就是有比赛还是有临场感吧 就是跟平常我们在 就是可能公园啊打球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东山乡长林军福表示 顺安风雨篮球场位在东山一城路三段72项内 公所向体育署争取到800万的经费 再自筹1180万规划重建 今年三月份完工 现场有两座篮球场 一座是风雨球场 一座是全户外场地 提供在地民众优质的运动空间 那今天是我们东山乡公所 顺安篮球场的风雨操场启用典礼 那我们一并来办理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三对三的一个篮球赛 也是东山乡公所第一次举办三对三 山长背篮球赛 那这个风雨操场是我们在109年来跟体育署 来争取了800万的经费 那东山乡公所自筹1180万来兴建 那我们知道我们宜蘭就是非常多雨 一年365天有200天的一个下雨 那让我们年轻人 少了很多的一个运动的空间 那所以东山乡公所 特别来争取这个经费来兴盛 我们希望这个篮球场 未来可以来提供我们很多年轻人 爱好打篮球的这些伙伴们 朋友可以一起过来 那重点也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要共同来维护 东山乡长背篮球锦标赛 是宜蘭县历史相当悠久的篮球比赛之一 开放各个年龄层参与 今年在顺安风雨篮球场举行 各队选手在新的球场互相交流切磋 不仅提升东山乡的篮球水准 也让更多人知道 顺安地区多了一处优质的篮球场地 宜蘭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